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10月28号的中家新北新闻 我是段友如 黑心油污染校园中和区包括张和国中 共有四所国中受到波及 各校已经全面将黑心油换成其他品牌 而张和国中也特地安排食品安全讲座 以及规划相关的课程 来增加学生这方面的知识 大同黑心油污染校园营养午餐 为了让家长安心 中和区张和国中校长 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稿 强调营养午餐供应商 已经将油品全面撤换成其他品牌 而校长表示到目前为止 还没接到家长要求退餐费 家长自信备餐情形也没有因此增加 有没有因为用大桶的油 然后影响到你们学生就是营养午餐 那我想说维护师生的食品安全 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区块 所以其实当媒体报道 还有跟局里面确认以后 我们就立即的要求厂商 要立刻停用大桶的沙拉油 那么我们也在当天发了一封信给家长 表达学校的立场 跟维护孩子的健康的态度 是不会改变的 另外为了降低成本 许多摊贩都会使用来路不明油品 校方担心会影响学生健康 除了口头告诫来宣导禁止学生购买 也打算开设相关课程 增加学生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 会在健康促进的讲座 以及最平常可以跟孩子接触的 大概就是从课程的融入去着手 所以我们也跟健康教育的老师 有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讨论 就是我们未来会在融合 在课程的部分 教导孩子怎么样在食的健康中 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 正确的使用的一个观念 虽然学校努力选导 让孩子选择营养健康的食品 但若中央把关再不加把劲 食品问题到处都是 到时候恐怕民众根本无从选择 只能从烂苹果中勉强挑选 比较不烂的 中假新闻新闻中和采访我报道